大南市長加油 自25號公布確診者足跡以來 桃園發得大南市場買氣直直落 更有店家選擇暫時休業 桃園市長鄭文燦因而在30號上午 親自前往市場採賣 並祭出租金減半的福利 希望能讓攤販們好過年 那我看到慢慢的買氣已經慢慢恢復 那我想防疫的規範還是不能夠鬆懈 疫情還沒有結束 但是為了要給我們攤商更大的支持 我們公有零售市場的攤租 我們決定一月二月都減半 能夠讓攤商在過年前好好的做生意 那也希望我們的市民朋友 也可以支持傳統市場 這裡的採購環境很親切 很貼心也很安全 當地大統領里里長王熙溫表示 上週市場已經連續消毒三天 並加強相關防疫措施 大家可以安心來採賣 我們大南市場其實它都有定期在消毒 空氣也流通 所以說來這邊買菜其實是非常的安全 那我們除了每個禮拜 在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每個禮拜都有定期消毒以外 那我們現在也有連續消毒三天的連續加強消毒 然後現在禮辦公處也有提供這些抗菌液跟酒精 提供給這些店家與民眾來禮辦公處領取 然後回去做一個檢疫的消毒 現場攤販們也都戴著口罩 甚至還有老闆戴上透明的防護面罩 防止講話時口水噴出 顧客也主動噴灑酒精消毒手部 以實際行動做好防疫 剛剛酒精消毒是必要的 戴口罩都是必要的 如果需要都該來啊 不要說因為這樣會有什麼避諱啊什麼 我覺得不需要 儘管當天人流已有小福灰生 但仍不復借過往年階前週末的擁擠人潮 大南市場商家期盼 透過市長的實境力挺 以及防疫消毒措施 民眾可以安心前來採購 記者劉宇婷 桃園報導